我想聽你說咖啡罐場 因為通常男生不敢做咖啡罐場 而且年紀大的人覺得自己做不懂 是的 我為什麼會做呢 因為我年中有脂肪肝 照完之後他說 你的脂肪肝也很大 你過四個月 我和你做電腦素描 還是什麼 我說到時候先 看了你的節目 咖啡罐場可以去脂肪肝 那我就做 你一天做一次嗎 一天做一次 但是因為我入量 如果多的話 我就不能去到15分鐘 明白 所以我就分三次 第一次就把700ml分兩次進去 我第一次先去大便 然後就第一次半進去 然後就放了出來 再做第二次 哇 都很多那些便便 第三次就把550ml灌進去 在裡面就可以維持到15至18分鐘 還有我有一件事就是側身 我拉筋有一個側身的動作 那我進去之後 我怕他上不到去這個商機場 打了身 打了身 幫一下他 還有你教肌體去幫一下他 做三兩分鐘 就是5分鐘 做完之後就OK了 做其他的事情 做完之後 我開頭14天左右 兩個禮拜 我覺得咖啡灌場對我的身體 好像很空重 怎麼樣呢 就是他出汗少了 睡覺的時候 剛才你說的那些導汗 我真的身都濕了 但是咖啡灌場之後 他就很怪 可能你說經樂的時間 他就會在凌晨1點至3點那段時間 凌晨1點至3點是肝經的時間 是啊 可能那時候我想一下 肝的問題 脂肪肝肝 排毒 可能收斂了 不出那麼多汗 變成了我的身體 對我的身體就有益 還有我又不知道那隻腳會鬆 我以前那隻腳走得很緊 但是現在它鬆了我 為什麼不是這麼累 那我覺得 咦 是不是灌場的問題呢 那整天一見到別人 你有什麼病 咖啡灌場 哈哈哈哈 我現在是人都陪著你做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得益 那脂肪肝就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有去查 還沒有去查 還沒有去查 所以我咖啡灌場之後 我覺得呢 得到那個益處就是睡覺了 嗯 還有咖啡灌場的好處呢 就是其實很容易做 你真的不知道我們說服那些人 講到口都很乾 他們說年紀大做不到的 是呀扭的 真的不肯做的 是啊 我都叫一個七十幾歲的 經常說呢 腳痕吧 還有 勾到他一塊蛋 我說 喂 我說你的皮膚啊 可能你的肺有問題 你的肝有問題 我說你現在是毒素來的 我不如咖啡灌場吧 他買了的了 他終於上來這裡買了 但是他需要一點時間 鼓起勇氣 是啊 做不做呢 我不知道 他經常說 啊 你有這麼恆心的 嗯 我不知道行不行 不過我 我先試一下吧 那天見到他說 王先生 沒有啡色的咖啡啊 我說 是啊 我買都沒有啊 我都是白色的 是 他說 他送那包咖啡色的 我說 其實咖啡色和白色 都是一樣的 真的不太多的 說真的 但是呢 我就說 咖啡色呢 就很濃的咖啡味 白色呢 就不是那麼濃的咖啡味 我分別在這裡而已 所以他上來問 我說 我吃完那個 那個 大洋味 哦 對啦 吃完那東西就開始灌了 這樣 那你幫我看著它 是啊 其實呢 他就告訴我 他以前呢 找人做過的 嗯 這些人幫他做呢 就是自然療法 是 你出去呢 做一次的價錢呢 可以在家裡做到差不多一個月的 是啊 是啊 我剛剛想說呢 其實如果你是乾一般的話呢 喝醋 醋呢 它是能夠 就是很多人說 令到它的血管變柔軟 還有呢 對乾非常之好 酸味就是對我乾的 是啊 所以呢 蘋果醋好 椰子醋更加好 椰子醋 是啊 拿些醋稀釋在水裡 嗯 你可以加一點鹽 或者加一些羅漢果 這樣 令它更好吃 哦 還有一件事 咖啡灌醬有好處呢 是 就是我本身是有這個 胃酸倒流的 是 我自從咖啡灌醬之後呢 現在到現在都沒有 沒有試過有 是 就是我兩個多月了 兩個多月沒有 來不中午的時候 一次來不中午 你知道睡覺的時候 很辛苦的嘛 一湧上去 嘩 自從咖啡灌醬之後呢 至現在 我兩個多月的咖啡灌醬 至今 未有一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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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